重機上路緊急煞車要特別注意了 有民眾在山路上騎重機 結果因為道路狹窄 加上前方的車速不快 為了搶快 他所幸居然騎到對象的車道 沒想到就在轉彎處 迎面而來的居然是一輛大卡車 差一點點就迎頭撞了上去 幸好雙方同時緊急踩了煞車 狹窄的山路只有單線車道 前方的遊覽車和轎車 安全起見放慢速度 後方騎士為了搶快 跨越雙網線騎到對象車道 後方重機有樣學樣 就在前方轉彎處 開了一輛大卡車 騎士緊急煞車 要往右邊也不是 一時重心不穩 抖了好幾下 連人帶車往左邊倒 倒是卡車駕駛被嚇了一跳 車輛停住不動 差點發生嚴重意外 同樣在山路兩名男子 接伴騎重機 享受奔駛快感 騎在後面的真名老兄 煞車晚了一步 加上又是急彎處 人車一塊兒拋摔到山壁 最後車子卡在水溝上 騎士不見蹤影 非常驚險 鏡頭轉到市中心 路上車水馬龍 就在車陣中 衝出一輛摩托車 這個瞬間 後方的重機騎士使盡力氣 急煞車 結果後輪往前翹 翻了一百八十度 在滑行 騎士被重機狠狠地壓了下去 看起來非常痛苦 幸好有熱心民眾上前幫忙 移開重機 一連串的驚險畫面 都是騎士緊急下車 因此發生 生死一瞬間 東森新聞蔡信章陳志輝 綜合報導